武神主宰 第五千七百七十二章 天外楼 作者 按摩师 中途若是陨落 这洞府 我们住所中心 自然便会回收 老者详细解释 秦晨轻轻摇头 南原城占地面积极大 到处可建立起一些洞府 供应一些超托们居住的地方 还是很多的 这么多强者积累起来 这是何等巨大的一笔财富 难怪这南原城能维系那么多的军队 各大军团 诸多官员 维护阵法 光是这住所中心 便可提供海量的资源 这么多年累积起来 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也难怪会惹来其他顶级势力的觊觎了 拥有这么一座城池 便等于拥有了海量的资源 一些顶级强者修炼所需要的资源 那可是无比巨大的 甚至秦晨自己 都有些心动了 他如今所占的师国领地 佛国领地 虽然地域庞大 但其实都是南宇宙海的一些贫瘠之地 每年诞生的资源 其实并不多 可这南原城 仅仅是一座中立城池 所累积的资源 怕是他掌控领地的 不知多少倍 别的不说 光是大地强者 这里比他南宇宙海的那些领地 就强大 和多到不知多少 当然 秦晨也明白 南原城城主府 控制这么一座城池 肯定会有一些上贡 可能是和其他势力进行分润 也可能向宇宙海中更古老的势力 上缴保护费 这其中的门门道道 怕是一时间弄不清楚的 双方交谈着 便来到了世代殿的第三层 世代殿第三层 微额而空旷 里面并没有什么人 只有一些神色严肃 气质不凡的工作人员 看到秦晨一行进入 那些工作人员当即供身行礼 神色很是恭敬 大人 这世代殿第三层 则是专门接待大地强者的地方了 西光馆是一边走 一边笑着说道 不知二位大人来我世代殿 是准备租住洞府呢 还是直接购买洞府呢 租住洞府 你是看不起我家大人吗 撒罗耶眉头一皱 不满说道 不敢 老者急忙道 在下只是惯例询问下 毕竟有些大地强者 路过我南原城 只是短暂停留 想要进行一些交易 或者是停留修炼 很快便会离去 购买洞府 毕竟处置不方便 所以 也有不少大地强者 是会租住洞府的 我家大人能一样吗 撒罗耶鼻孔朝天 是是 秦晨大人和耶罗撒大人自然不同 老者笑着道 秦晨无语看了眼撒罗耶 这家伙 也太高调了些 我准备暂居南原城 所以需要购买一住处 秦晨说道 同时看了眼老者 很显然 老者的话很有意思 作为城主府的下属机构 城主府完全可以从自己租住 还是购买洞府 来打探出自己对南原城的一些态度 好 老者点头 两位大人 我南原城给大地强者准备的洞府 都是位于南原城核心地带 能感知宇宙法则最清晰的位置 大人请看 老者一抬手 嗡的一声 大厅之中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团 光团散开 将南原城的构造 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老者在其中某个部位轻轻一点 那片区域的空间立体图案 清晰呈现晴晨感之中 在那空间之中 一些洞府的方位和大小 一一注明 每个区域有多少洞府 哪个洞府有人居住 哪个洞府是空着的 都一一呈现 大人 现在我南原城核心之地 空着的洞府都已经标注在上了 洞府有大有小 价格也在上面 大人可以随意挑选 如果嫌单独的洞府太小的话 也可以同时购买几座洞府 只需要付出一些重制的材料费用 我世代店可以帮忙将诸多洞府连成一片 我南原城诸多势力的强者们 基本都购买了洞府 老者详细介绍 很有耐心 秦晨扫了一眼 不得不说 南原城洞府的打造结构 非常完美 诸多洞府将南原城核心地带的 宇宙法则潮溪流 完全笼罩其中 任何一个洞府 都可以清晰感受到 宇宙海的法则潮溪流淌而过 对修炼有巨大的避意 并且 感知中的洞府 绝大多数都已经有人居住 无人居住的并不多 若这核心地带 居住的都是大地强者 那就恐怖了 秦晨暗暗惊叹 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大人 咱们不如打造一个大一些的洞府吧 撒罗耶抬头看去 忍不住开口道 你出钱 秦晨瞥了眼撒罗耶 嗯 撒罗耶顿时愣住 秦晨懒得理他 右手一点 顿时其中一座洞府亮了起来 就这座吧 秦晨选了一座比较小一点的洞府 位置并不在最核心的位置 反而有些偏僻 不过也正好在宇宙海法则潮溪流的主要地带 同时这座洞府的信息也出现在了秦晨脑海中 整座洞府方圆足有十万平方公里 其中山川河流遍布也有一座宏伟的大殿 在大殿下方还有一处巨大的地 下空间可用来修炼和切磋 这座洞府比较小 像一些顶级星兽显露真身 或者修炼的时候可能不太够用 老者提醒 瞥了眼撒罗耶 作为宇宙海星兽 科莫多兽本体可是无比庞大的 够了 秦晨淡淡说道 撒罗耶的本体可是比星辰还要庞大的 一口就能吞掉一颗恒星 若是真要购买一座任由他本体恒星的洞府 那多大都不够大 反正大地强者肉身乃法则凝聚 可自由变换 何必要彻底解放本体 撒罗耶 那好 这座洞府位于原甲区6199号 购买费用是一万地精 此外 美纪元需缴纳一百地精的维护费用 老者开口 秦晨一挥手 一万零一百地精便悬浮而出 瞬间出现在老者身前 这些地精 还是从左窟会长那里敲诈来的 一共十万地精 一下子就去了一万 看起来似乎不多 可须知 骷髅会副会长 血蟒大地这样的强者 积累了这么多年 手头也仅有五万地精而已 熟命还得向左窟会长借钱 这一万地精 无论放到哪里 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秦晨之所以没有购买更大的洞府 也是因为没有必要 更大更豪华的洞府 价格可是成倍成倍起的 大人 你的信息 我们已经登记在册了 这便是你的出入令牌 还请拿好 从此刻起 这座原甲区6199号洞府 便是您的私宅了 老者转头看向那端庄女子 小薇 你去带大人接收洞府 告知一些注意事项 是 管事 那一直跟在秦晨一行身后 默不作声的红袍高贵女子 当即点头 然后对着秦晨和撒罗耶行礼道 两位大人请跟我来 话落 女子带着秦晨和撒罗耶 迅速离开了世代殿 前往洞府所在 老者恭敬将两人送到门口 看着两人离去后 立刻转身 同时将之前此地的信息 毫无遗漏地迅速传讯 禀报向城主府 购买洞府 这是说明 对方要在南原城常住了 而且直接在我世代殿登记造册 说明对方对我南原城并无恶意 传讯之后 老者喃喃自语 在世代殿干了这么多年 他自然有一双火辣的眼睛 不知道城主府会如何对待这一位大地强者 老者默默道 若只是一尊普通大地 南原城根本不会关注 可如今 这两位是能和十大黑暗势力之一 左窟会长交锋的强者 而且还加上一头科莫多寿 长时间居住 一旦参与到南原城诸多势力的交锋中 极有可能会对南原城的势力格局 造成那么一丝些微的影响 城主府自然要做好风险管控 另一边 在那高贵女子的带领下 秦晨一行 很快便来到了南原城核心地带 也遥遥见到了自己的洞府 二位大人 到了 女子恭敬行礼 大人只需催动令牌 便可进入这座洞府空间 秦晨催动令牌 哇 眼前虚空雾气渐渐散去 一座宏伟庞大的洞府 便已经呈现在了他的面前 足足十万公里的洞府 其中各种山脉横卧 各种郁郁葱葱的古术耸立 极其的恢弘 并且 在洞府内部 还有一道道的密纹阵法亮起 掌控这些阵法密纹的钥匙 便是秦晨手中的令牌 这阵法威力不小 怕是地级的 秦晨点头 难怪价格这么贵 维持这么一座洞府的阵法 就需要不小的能量 好歹也值一万地金呢 撒罗耶嘟囔道 一万地金对你来说也算多 秦晨转头看了眼撒罗耶 他好歹也是来自科莫多寿一族 不至于吧 撒罗耶偷偷看了眼那高贵女子 传音道 大人你有所不知 根据族群规定 我们这些继承人外出历练 是不能携带太多财物的 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获得 所以我身上总共也就只有一两万的地金 秦晨 这撒罗耶居然比自己还穷 撒罗耶叹息道 哎 如果我不能在这次历练中闯出名头 成为科莫多寿一族的传承人 我就只能回去继承家产了 太难了 秦晨 此时 南原城一座古老的黑暗楼阁前 一道身影悄然出现 亮出一块令牌 旋即走入了阁楼中 左库会长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我天外楼了 一道阴冷的声音响起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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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